岛屿 在娱乐圈正在经历添加片酬 阴阳合同的时候 有一个不一样的女明星 袁丽 其实我更喜欢叫她杜小月 她在炙热的夏天里 奔走在关爱沉沛病人的救援路上 袁丽 中国影视演员 出演过多不影视剧 如飞虎队永不明 木铁齿同牙艺小兰等 也获得了很多奖项 袁丽算不上是个很出众的演员 但是她一直都很有名 也有一群人喜欢她 因为她很直帅 也很善良 然而 最让她出名的是热心公益艺人 从2000年开始 几乎所有的谢爱金都能找到她的身影 不敢说汶川的地震 还是西南的干旱 她都会注意问力 2016年的一份公益艺人排行榜 她赫然在前十名 她的这种热心公益的行为 也受到了广大网友的支持和赞美 近日 袁丽在贵州探访陈肺病人 她在微博中说道 这些人都相当年轻 有的甚至是92年出生的 有些没有结婚 结了妻子也好了 家庭非常贫困 早早的 屋子里就预备好了棺材 他们都是在钢铁厂坐打卢工 看来这些简单的纱布口罩 完全没有作用 多么年轻的生命 她感慨到 没有一种职业病是不可以预防的 真爱生命 加强宣传 看到这一幕 莫名人心酸 心痛的话念 再结合我们现在自身的生活环境 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抱怨呢 看看这位躺在床上 抠息一样 维持生命的扯费 病人 因为从没有钱去医院治病 只能等死 原理的到来给他带来希望 原理更是在微博上护具 广大的网友关注这些贫困 希望这样的人能越来越少 让广大网友大发感慨 像给所有明星都像他一样 那真的是一大福音 工艺无大小 行动极榜样 注图片来自于网络